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又再度來到綜合仿寮市場的地方小吃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它還有很多種種類可以吃 這個是菜單的上半部 這個是菜單的下半部 那今天就決定點這樣 老闆那就麻煩你囉 謝謝 老闆娘早安 因為我看到老闆娘在包餛飩 所以決定就點餛飩麵 現包這個一定好吃 然後昨天我有看到這個豬心切出來 非常的漂亮 熱騰騰熱騰騰 那邊就寫 地方小吃店 好吃不漲價 好在等餐的同時 那我們就拍下這家店 林家好食材 其實這邊有蠻多攤箱都蠻優秀的 這一餐是火鍋料 那我的粉絲推薦說這一家店的火鍋料蠻好吃的 真的不錯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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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買嗎 便宜又好吃啊 老闆娘又很好 對嗎 這樣好 那這個客人的證實啊 好 所以這個客人掛保證 不是我掛保證 好吃又美味 對 這樣好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八十 對對對 一百塊之外 可以可以 老闆娘很和氣的話 難怪就是會有很多粉絲推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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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老闆剛有介紹到這個 關西仙草洞也賣得很好 但是他還沒到 OK 那就 都參考一下 好 那就先從這個很強的小菜開始 因為在菜市場 所以小菜都很新鮮 好 那就從豬心開始啊 非常令人期待 嗯 這個豬心很Q彈 嗯 很好吃 嗯 非常的有彈性 這個超好吃 這個 嗯 嗯 新鮮又Q彈 沒有異味 嗯 很好吃 超讚的 加上一點 蒜蓉醬油 跟辣椒 就非常的美味 嗯 嗯 真的很棒 很好吃 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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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唷 這個生辣椒真的很加分 嗯 嗯 嗯 它佐料都 很有特色 辣椒 該辣就蠻辣 然後 薑絲 該辣口就蠻辣夠 就很去腥味道很夠 薑味很夠 哈哈 再來是粉糖 嗯 喔也超級新鮮的 嗯 好吃 喔這小菜真的超棒 我這個粉絲 林小姐 聽說你就住在這附近 我這幾天連續在這邊出現 你都沒有出現 哈哈 因為本人太神秘了 每天要去哪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哈哈 下班的時候我才知道我要去哪 嗯 好 超好吃啊 喔 真的很讚 它這粉腸真的很新鮮 嗯 很棒很棒 而且它小菜有燙過 熱騰騰熱騰騰的 所以非常的美味 嗯 就也包含了溫度 嗯 相信從畫面上應該看得出來 真的很美味 哇 掉了 朋友啊 超好吃的 喔 真的很美味 嗯 所以這個滿分 讚喔 在這個本日主角餛飩麵 現在就吃吃看 現包的 相信一定好吃 上面還有一點油蔥酥 然後還有芹菜豬 吃吃看 吃看 可是現在剛包的 比較容易碎開 嗯 很好吃喔 嗯 好吃欸 甜到兩塊 嗯,好吃 肉餡還有微微的調味 嗯,好吃 湯頭就是有油蔥酥 跟這個大骨湯的味道 還有大量的豆芽菜 這算古早味的 讚喔 想加辣的朋友就可以加辣,不加也可以 今天麵我決定吃清淡一點 不然拉到聲音都改變了 是蠻過癮的 就是有媽媽的味道 好吃 清爽美味 然後麵還蠻Q彈的 然後最重要是這個混沌 餡包的新鮮美味 肉餡很鮮甜 嗯 嗯,好吃喔 很平時的美味 便宜好吃 然後簡單快速 讚喔 湯頭也不錯 那就決定給滿分了 真的很優秀 還有 喜歡吃餛飩麵的朋友 可以來吃吃看 蠻好吃的喔 然後再一次 有豆腐 吃豆腐我最會 已經有人會背了 而且還曲解我的意思 哈哈 我不在乎啦 因為有的人看我影片 是覺得說 我這個人很好笑 我們看留言欄就知道 有的人是喜歡嘲笑我的 他的 講話的意思都不是 不是探討美食 就是 從我的這個影片中 抓餘病出來 然後 嘲笑啦 你超肥啊 什麼之類的喔 各位朋友們 就自己看看 反正還是一樣啦 反正我還是做我自己 你覺得我影片 很好笑 我這個人 呃 不值得你尊敬 那我就 不會跟你對話了 那我的 我的行為是這樣子啦 主子就是介紹食物 如果說你覺得 很看不慣的話 你也可以看別人的 這我說了非常多遍 從好幾年前就這麼說了 然後我今天拍這個影片 我也不是為了利益 也不是為了錢 就是 開箱給各位知道說 這家店的東西值不值得吃 所以我也沒有業配 然後甚至我晚上還要上班 我下班之後再做這個 像 等於是再多做一個工作一樣 然後我還蠻累的 就大致上是這樣啦 但是 這個事情就是有好有壞 有時候就是蠻累的 但是 有好的回饋的時候 也蠻開心的 就是認識了很多喜歡美徐的朋友 好 那就再多講了一點 不要以為你在這個發言區講話 我看不懂你的意思 有的人就是很喜歡嘲笑我 嘲笑沒關係 我不在意的話 你也莫可奈何 我只能說 你才是最可笑的那一個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創造出任何一支影片 你覺得批評我是很簡單 但是請你創造 你是創造不出來的 拍片沒有像各位想像中那麼簡單 你覺得很簡單 你來拍拍看吧 好 那這個油豆腐就感覺還蠻好吃的 因為我這個人是有話直說 我也不會想說特別去討好誰 我就是我 如果說聽了不開心的話 就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因為我比較直腸子 我比較不會去 不喜歡某個人 然後裝作喜歡 這我做不到 我沒有辦法去 去偽裝任何事情 所以我講評也都是真實的講評 會不會去唬爛 因為我有吃過更好吃的油豆腐 所以這個油豆腐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它也很好吃啦 好 那多講的部分就請各位多多包涵 因為我時不時會講出我自己的心聲 可能有時候講話不是很重聽 就請各位包涵 因為我不是一個會衛裝的人 在第三次吃這個地瓜葉 影片上是出現第二次的 這幾次吃我應該都還滿滿意的 前兩次都很滿意 很嫩 地瓜葉超讚的 相信啊 因為我鏡頭都不對著自己了 就只對食物而已 所以各位朋友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我也沒有辦法欺騙各位 所以這地瓜葉就是真的就非常的嫩 嫩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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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有一期的海青蛋 好很健康 淡淡的淡淡的 鹹醬稍微少了一點點 好吃 希望說這個我講真經話 各位能夠接受啦 那不能接受 你可能就會落跑了 跑已經跑了很多人了 也不是跑一點點了 哈哈哈哈 好 好地瓜葉好事 所以這也是滿分 讚 好 真心覺得這一家店非常值得推薦 好吃又便宜 食材又新鮮 50年的老店 老闆娘從年輕的時候 就手藝這麼好 沒有啦 沒有嗎 隨便煮啦 隨便煮 隨便煮就這麼好吃了 厲害耶 這樣 老闆娘蠻謙虛的 那個人覺得真心值得推薦 很好吃 好 那在立方巧思協隊有一個台東土雞專賣店 這樣啊 你給我 聽我的鍋煎有了 感覺這家雞肉也滿新鮮的喔 生意也很好 那就直接問價錢了 老闆請問這半支轟阿是多少錢 蛤 那應該你們是轟阿喔 這個是轟阿 這是土雞 那半支是多少錢 欸我們是蒜金的耶 蒜金的那一斤多少 這個是一斤一百六耶 是 阿這個土雞的是兩百一 欸是 對這樣子 可是我們那個是蒜金的 蒜金的喔 好謝謝阿 謝謝阿 你要半支土雞 然後這個就是很補的雞腿阿 老闆今天蠻忙的 好那謝謝阿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這個 中和仿療市場角落的 菜吉亞咖啡 好那上次有女客人非常的推薦 好那我豆丹派一下 其實最貴的話是155 最貴是冰地啦 其實就算還好 老闆娘你好 嗨你好 嗨你好 好那請問一下 貴店在這邊已經開業多久了 我們到8月15就4年了 喔是齁 哇好厲害喔 這個 因為比較吃力的講 在菜市場開咖啡店 應該比較不容易被注意到 是是 那當初您是什麼樣想法 會在這邊開店呢 我先生以前是公務人員 喔是 那退休以後阿 就想說做一門小生意 然後剛好有個機緣 這邊剛好有個位子 所以我們就想說 欸來賣咖啡 這樣 喔對 就是為了要泡一口好咖啡 自己喝大家也可以喝 喔是是是 就是有一點就是 退休之後的生活啦 對 嗯 所以說那個咖啡價錢 豆蛋價錢蠻便宜的 是因為 呃 因為我覺得 我先生也是這麼認為啦 就是說 最主要是咖啡豆要新鮮嘛 嗯 新鮮然後 中種出來的這個 咖啡阿 就是自己可以接受 然後我們可以喜歡 然後也可以推薦給朋友 是 那所以說豆子都自己烘喔 對 我們自己進生豆 是 生豆 然後我們自己烘焙 喔是 然後 我們大部分都偏淺 中淺比較多 是 對 對 中淺比較多 然後我們目前有30多種 喔喔喔喔喔喔 所以那個 淺則非常的多 喔是 所以就不只豆蛋上這些 這些咖啡 對對對 像我們這邊 這邊喔 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 比如說希望莊園 摩摩拉 紅櫻桃 風之雨 然後 安娜索拉 這幾組都是新款 然後我們總共有這麼多組 喔是 對 然後每一組的那個 每一個 痾 豆子的風味都不一樣 嗯 比如說有的人喜歡喝比較偏 偏 偏那個 酸質比較高的 嗯 有的比較喜歡偏那個 果醬味加 那有的就喜歡 就像 味道重 重一點的 比如說 麥克林阿 還有 曼巴阿 那我們有一款 更深的叫 綠寶石 喔綠寶石 後面 喔 後面 OK 好 那 如果以豆單來說 我想喝喝看那個 冰釀咖啡 莊圓冰釀 冰釀咖啡 好 冰釀咖啡 是必須要 制作要72小時 對,它冰量,冰鎮 就一滴滴滴出來 那個叫冰滴,冰滴的話 是一秒一滴,又不一樣 所以你剛剛看到的這個300元 它是一罐 它是一罐 這冰滴,這很受歡迎 喝起來有點 有點酒感 那很多都是 家庭 禮物它會帶回去 然後它洗衣服 搬成之後就到點車 好,那我就 冰釀咖啡 一杯內容一杯外帶 好 那想選一下你們的營業時間是 我們營業時間是 7點半到12點半 有工休嗎 工休的話都禮拜一 對,工休的話都禮拜 好,了解 好,那剛剛老闆娘介紹的話 這個就算是那個 手沖咖啡 對,掛耳 掛耳 對 好,謝謝 那江姐也得非常詳細 歡迎常來 是是是 然後我在這邊聞到那個 咖啡的味道也非常的香 真的齁 嗯 這個就是 這個叫一磅 一磅裡面的話 就是咖啡豆 那客人會請我們把它抹好 抹好它回去可以手沖 是 OK 好,那這個就是冰釀咖啡 那現在就喝喝看 嗯 它喝起來感覺就是有一種那種菸草的香味 還有一個像紅酒的香氣 嗯 滿濃郁的 這好喝喔 好,那老闆娘介紹到這個咖啡叫做薩爾瓦多 好像是中南美洲的國家 中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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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有質感耶 好喝喔 咖啡味剛好不濃不淡 然後 各方面的味道都很平均 不會醃草味很重 然後也不會紅酒味很重 然後就是都是剛剛好 順口 順口 對對對,就順口 好喝 因為本人常常在熬夜 所以常常需要喝大量的咖啡 因為我沒有抽煙 嗯 那個咖啡真的是很香 因為我天天都喝咖啡 但是我都是喝全家便利商店 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那個咖啡豆子 那便利商店很好 好,那個人覺得這個咖啡真的很好喝 這個菜市場咖啡真的很強 大概 如果這邊再有裝潢的話 大概一杯咖啡應該至少價值200塊以上 嗯 好喝 好 那各位朋友可以來喝喝看 這個高水準的咖啡 個人覺得非常的讚 就是可以喝得出這個老闆娘的堅食 好 現在這家店就是有一位法國的老闆來送甜點 他叫Simon的可麗露 對嗎 這邊 Simon 上面Simon's Breaking Shop 好,因為我本人英文不好 好,直接就吃吃看 好,那現在忙就吃吃看 最重要就是好不好吃 太幸運了 這個法國師傅做的可麗露一定是很美味的 嗯 嗯 有這個蘭姆酒的酒香 嗯,很好吃 很好吃 然後不會過甜 應該還有一些西式香料 應該說法國的香料 嗯 很好吃 嗯 很好吃 讚 喔 有薑草豆 對 香草豆 喔 這味道真的是很典雅 很讚 再搭一個 咖啡啊 那個 莫札特 莫札特 喔 喔 真的很好吃啊 好 老闆你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 那個您的店在哪裡呢 我的店是在中山路 欸是 中和中山路 中和中山路 欸中山路 欸 店 欸是 OK Simon 風培房 對 呃 新台北市 欸是 中和區中和路 432向3號 對 那全營業時間是幾點到晚上 11點 8點嗎 這是我的 10階的東西 喔 別的東西 我的手機是在這裡 喔 是是是 OK 好 總之就很好吃啦 跟這邊的咖啡搭配也是很美味 對 嗯 所以這裡我們有 藍莓的貝果 我們有法國歌手 肉桂蒸 新的碗片 跟蝴蝶酥 蝴蝶酥 對 全部我自己做 那請問一下可麗露一個是多少呢 一個可麗露50塊 50塊 便宜 嗯很好吃 好那下次再到你的店去拜訪一下 可以可以 讚喔 嗯好吃 對 太好了 喔 這個麵包看起來很紮實欸 這個是核桃吧 對 讚 好那現在這個是四次時間 這個是核桃麵包 對 好現在就吃吃看了 剛剛這個老闆講說 他做這個麵包要花兩天的時間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這個麵包是很紮實 好感覺它這個麵包很紮實 然後吃起來就是一個淡淡的清香 嗯 嗯 嗯 感覺沒什麼負擔 嗯 因為台灣的麵包有很多都是加了很多的砂糖 所以吃起來就很甜 對 然後它有很多發泡劑 然後吃起來很軟 對 這感覺吃起來就有點像是那種 外省伯伯做的那種 窩窩 窩窩頭 或是大餅之類的那種 就是很紮實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吃得出這個麵粉的清甜 對 要慢慢嚼才可以吃出它這個麵包的清香 就是很天然的感覺 嗯 好吃 但是就是 可能要懂得欣賞它的人才會知道它的好 對 欸 如果吃得慣那種甜甜的麵包饅頭的人 的朋友的話 可能會覺得說這個不好吃 對 因為要不一樣 有比較 不同東西 不同樣的東西 那他們這個都會配濃湯啊 嗯嗯嗯 這很適合配濃湯 對 嗯嗯 嗯 好吃 在我們賽斯仔咖啡這邊 可以配辣甜 嗯 這感覺就 像是 餐廳的 餐廳的麵包 不是 不是那種 一般市售 不是一般市售的麵包 對 好吃 很好吃 好剛剛這個老闆說要請我試喝的 這個是 莫札特 好 其實我剛剛正要講 它有一個那種 水果的香氣 果實的 香氣 然後很濃郁 微微的酸微微的這個水果香 嗯 很棒 好 莫札特 感覺 喝起來好像你可能會有很多種想法之類的 嗯 好喝喔 莫札特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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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850 好讚 好那個人覺得這個菜奇亞卡比 相當有水準也很美味 好那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然後又賣這個手蔥包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掰掰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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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喔